被困16天已有4名少年足球队队员被救出,这可能是史上最难的洞穴救援。 上月23日,泰国12名少年足球队员及一名教练进入一国家公园的洞穴内探险被困动中。 目前,4名少年足球队队员已经被成功营救出动。 泰军方官员透露,救援人员可能需要2天至4天才能将所有受困人员转移出动。 这几天,最让全世界人民担心的足球队并不在世界杯赛场上,而在泰国的一个山洞里。 据环球网报道,6月23日,泰国青来服役之少年足球25岁的男教练带领12名11至16岁的男队员一共13人,进入一处国家公园洞穴内探险,随后遭洪水围困。 连日来包括中国救援队在内的多支国际救援队驰援这场泰国今年来最大规模搜救。 于千名救援人员积极搜救下,7月3日,终于寻回全数失踪者,所有人均生还。 但因为一场暴雨堵住了来时的入口,被困动中。 据新华社北京时间8日23时消息,泰国青来服役以纳容萨巴日晚在发布会上说,四名被困煽动的少年足球队员当天傍晚被成功救出,并已送往医院。 当天的救援工作告一段落。 纳容萨说,前两位被困人员在8日下午5时40分左右被救出,而第三第四位则在晚上7时40分左右被救出,当天的救援行动获得巨大成功。 每名被困孩子带着防水面罩,由二名救援人员护送出来。 纳容萨说,被困人员的精神身体状况较好,天气洞内睡未及医护人员的准备情况都是最佳状态,救援时间比预计的11个小时短了许多。 泰军方官员透露,救援人员可能需要二天至四天才能将所有受困人员转移出洞。 并据环球时报消息,8日的救援员中,在通过水阴区域时,没有让孩子潜水,而是躺在密闭的大型油氧塑料袋内,由潜水员带出洞穴,这也是救援时间缩短的最重要原因。 精心动魄的饮酒过程,虽然孩子们被发现平安幸存,但要想脱险缺陷的困难重重。 美京小编微信号,了解到此前的救援方案有三个。 一是等被困人员体力恢复之后,叫他们如何佩戴水下呼吸器,通过潜水的方式离开被困溶洞。 但6日,泰国当地官员表示,一名前泰国海军潜水员在救援员被困溶洞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员时不幸遇难。 他在向失踪队员运送物资后返回的途中,因缺氧而遇难这是最快也是最危险的方法。 二是抽水师救,尽快将水排空。三是在山顶打洞救援。方案1,潜水出洞。 8日,营救工作已经进入第16天,本次救援共有90名潜水员参与,其中40名为泰国潜水救援人员,另外50名国际潜水救援人员。 。 所有国家的救援队员参与救援时都会签订一份安全责任书,相当于生死状,就是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情况负责。 据成都商报,当地时间8日上午10点多,青莱富州长纳龙萨召开了现场新闻发布会。 。 纳龙萨表示,救援工作于8日上午10时展开,整个救援的时间可能需要2到4天,依具体情况而定。 。 目前救援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被困人员一直在里面学习如何潜水。 。 目前就算是一个身体素质良好,装备先进齐全,经验丰富的潜水员,要从外界通过这一条隧道进入到孩子们被困的洞内,也要艰难递潜水5个小时才行。 这还是潜水中技术要求最高的洞潜,并且洞中的水非常浑浊,很多地方能见度几乎未零,因为水中包含大量的泥沙。 有些路段对于潜水员而言,基本上是在泥浆中前进,而不是在水里游泳。 而这些小球员们,没有一个曾经有过潜水的经验,大部分还不会游泳,要在一个看不清的危险,陌生的环境下动前5小时,对于被困一个多星期,身体虚弱的孩子们来说,将会非常危险。 但让身体还很虚弱的孩子们学习潜水,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当地早上还只是小雨点,中午已经下起大雨。天气预报显示,半日当地将有暴雨。 这长雨后究竟会让隧道和洞穴内的水位上升多少,现在并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 美京小编微信号,注意到最早被救出的4名少年就是采用了方案1。 据了解,每名被困人员会有两名潜水员护送,通过潜水方式转移,从被困地点转移至洞口层预计号时11个小时左右。 方案2,排水作业。 泰国第7区地下水资源处主任巴蜀就表示,救援人员一直在争纷夺取秒地展开排水作业,试图降低洞内的水位,为救援工作提供帮助。 我们抽走的地下水和洞内的水是相关联的。 我们做过实验,证明两者的水质相同并且存在关联。 我们把地下水抽走,洞内的水位也会下降。现在洞内的水在一点一点减少。 据央是泰国前方记者张成介绍,目前现场多种救援方案并行,排水作业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潜水仍然是到达孩子被困地点的方式,排水也是从3号零点开始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 我们了解到目前的排水量每小时250吨。这个排水对洞内水位下降是有明显的效果的。 现在从洞口底达3号银底的这段区域不需要潜水,只需要涉水或者徒步前行。 但从救援营地到孩子们受困的区域还有几段大约1.5公里左右的路程。 方案3打动营救。 此外,近日有泰国军方指挥官称,救援人员也在准备山顶打洞的救援方案。 我们正在勘察山顶,以便锁定孩子们被困地点的上方,准备从山顶打洞进去救他们。 毕竟相对于曲折的灌满了水的4公里长的地下隧道,这个洞穴离地面的垂直距离只有800多米,相对而言要短很多,并且一旦凿通了救援会非常快捷。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实际操作起来依然非常困难,首先,要从地面造一个洞进入到洞穴里,需要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洞穴位置。 所以,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往洞内送去了一个信号发射器,希望能够尽快提供一个精确的洞穴位置。 其次,光是精确的洞穴位置还不够,根据地质学家们的勘测,这800多米的距离,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坚硬的岩石,开枣的难度非常大,也很耗时。 因为,如果岩石较软或是黄土层,钻井速度就较快,但就会有崩塌的风险等。 如果岩石较硬,速度就会很慢。 最慢的时候每天只能钻击你也是可能的,而要通过地面到达洞穴,相当于要把800多米山凿穿。 同时,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开凿隧道都有可能引起里面的地质结构的改变。 除了他方的情况,最危险的也是最有可能的,就是还会引起水流剧烈的角动。 这种角动可能会非常猛烈,到时候会不会进一步恶化救援环境,还很难说。